Jodun list的控制下 其实这个这个Jodun list的控制下 其实在后续的那个database的部分也用的非常的广泛 也就是你有些资料你可以直接 某一栏的资料你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指向给这个Jodun list 他可以自动帮你把database某一栏的资料就放进来 那这一题当然还没有跟资料过连接 这个资料部分我们后面后续会再做说明 那实际上那跟前面的那个叫做radio button list 其实是可以完全相同的 那只不过呢radio button radio button就是用点的 那可是呢这个radio button有个缺点 就是说你的资料量多的时候呢 你就变成说你会占用那个UI界面会比较多的范围 可是Jodun list比较不会 为什么他就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下拉的选单 那里面你可以放很多的资料 比较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 两者虽然可以完全被取代 可是就是将来设计的时候 如果你的资料要选项的东西比较少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个radio button来做 可是如果你资料量多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像Jodun list来做 否则的话呢 你那个画面上面假设你要摆比较多的控制项 你就没有办法摆 你就摆不下 所以这里的话呢 这个部分稍微要了解一下 所以那个radio button list 这个是在前面的范例里面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Jodun list 那这里的话呢 以这个范例来看 比如说呢 这边有一个范例 它的这个需求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呢 各位应该常常在网页上看到有那个下拉选单 那这个下拉选单的话里面有很多的项目 那也就是说呢 不一样的项目点击之后的话呢 会秀出不一样的底下的讯息出来 那这个部分呢 要怎么样来做 首先的话呢 针对那个界面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界面部分的话 要设计哪一些部分 首先我们把这个专案部分先开起来 那请各位也是一样 在这个专案里面呢 新增一个新的项目 里面的话呢 就建立一个这个新的XPX的一个 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里面的话呢 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叫Drawdown.aspx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这边已经先建立起来了 这个Drawdown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设计里面 首先的话布局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 上面放一个这个下拉的Drawdown list 那Drawdown list里面的话呢 我们UI界面里面